还有 这会儿胡子 就是想抖到天黑 他们想趁天黑之后再留走 到时候咱们这些人 恐怕挡都挡不住 那你有啥法子 你看啊 这些人 是一大帮胡子围在一起 他们第一没有头领 第二他们心不齐 咱们把他们困在一个圈子里头 这么围着打 是逼着他们要跟咱们拼命 这么打搞不清 那怎么办 除非 除非啥 除非我跟他们谈谈 你疯了 回来 对面的弟兄们 别开枪 我跟你们头领谈谈 我出来了 我要跟你们头领谈一谈 去把他给我带过来 准备劲动 走 带走 慢点 走走走走走 走 走 老大 你他娘干吗来了 还他娘一个人来 胆子不小的 我是来帮你们啊 帮我们 就是你这个兔崽子 往死里追老子 你现在说帮 行 老子要看看 怎么个帮法 我是不忍心哪 不忍心看着你手底的这帮兄弟 白白流血牺牲 毕竟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汉子嘛 所以我才来给你使条活路 你真把我当傻子呀 我看你他娘就是送死来了 我现在就杀了你 两军交战 不再来手 小姐们 弟兄们 我们解放军队队伍 已经把杏树港村 统统包围了 不能再打下去了 再打下去 只会让全村人都遭殃 我知道 这伙胡子当中 有你们的亲戚 有你们的男人 有你们的儿子 劝劝他 放下手里的武器 不要再抵抗下去 再这么抵抗下去 没有一点好果子吃 少他也在这儿饶了军心 在藤江湖咧咧咧 老子一生屁了你 谁是青羊屯的陈老三 谁是本村的留恋长 还有你们当中 有没有一个叫许老虎的 你们姓甚名谁 家住那里 家里有鸡口人 你们的老底 我们都清楚 还打吗 整个杏树港村 已经被我们统统包围了 围得水泄不通 要不是顾及到伤到无辜百姓 我们村外十几门大炮 早就轰了你们了 打下这个村子 只是早晚的问题 但是 我们不想双方都有血太多 更不想伤及到无辜的百姓 所以才派我来 给你们指一条活路 是战是降 是活是死 你们自己选择 老子救他娘不想 爱咋咋地 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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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亲们 你们都好好看看 这杏树港村 被他陈老三 糟蹋成什么样 他陈老三会心疼吗 他不会 这是你们的村子 但是他今天 非要在这儿跟我打 你们能同意吗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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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长官 看在全村儿 好几百口子人的份上 别打了 和解吧 去你的 忘了老子是谁了吧 都他娘想死是吧 有有有 看看 兄弟们 这都欺负到 本村人投上来了 村子里有点 血性的爷们乱 你们能同意吗 不同意 都是你这个兔崽子 恐惑人心 我他娘现在就杀了你 杀我不要紧 杀我没问题啊 但是你敢杀 这个村子里的 任何一个老百姓 我第一个不同意 你敢吗 你敢吗 姓陈子 我看你见好就收吧 不然 可别怪我不正义 你跟谁说话呢 你他就疯了吧 我他就跟你说话呢 你干啥 再看我个试试 弟兄们 快投降了 快投降了吧 我们共产党的队伍 对待先投降的 那是一概不计后仗 但是最后一个投降的 那可就惨了 那要彻查你们全家 你们都要完了 就是你这个 脱彩子虎惑人心 老子就杀了你 你干啥 你干啥 动我枪试试 敢动我 就你叫的最厉害 跟你好好商量不行是吧 给脸不要脸 非得比我来硬啊 弟兄们 把枪都放了吧 我刚才说的都是大实话 不要让爹哭娘哭 老婆孩子哭了 有着好日子 为啥不好好回家过呢 把枪放下 回家过好日子去 放下 放下放下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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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呀 对 放下 别打 放下 行啊你小子 就凭一张嘴 就把他们给我说详了 我这两上子跟谁学的呀 还不得跟你学的 再说了 多亏咱侦察连那帮兄弟 给他情报给得准 让咱知道他老底 要不然我也不敢进村子 我跟你说 虽然这次侥幸 你把他们说服了 但是不能保证 每次都这么侥幸 真的太危险了 你今天没事 有很大的运气 常常在里面 但是不能保证 咱每次运气 都这么好啊 你是怕我用嘴巴 把他们说服了 你心里不服气是吧 你看 行行行 赶紧吃吧啊 老婆说的没错 人家也是为了你好 吃你了 现在这七七八八的 小股力量 都解决得差不多了 就剩下孙开山和张宝棠 这两股大的了 黑大 明儿个带一个班的战士 跟我去一趟李老财岭 得嘞 去那干嘛 孙开山这个王八蛋 躲在李老财岭部出来 咱呀进山摸摸情况 看看地形 最好能把这个老狐狸的 藏身之地给他挖出来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这景震龙说话还算数啊 看来这些装备啊 都是新的 有了这批装备 我们就不怕跟共产党 怼着干了 哈哈哈哈 大贵 啊 就算咱们有了这些枪和炮 也不能轻易地 就和共产党干 为什么 你想想 这帮国军为啥看得上咱们 还不是因为咱们有队伍 这帮共产党也不是吃干饭的 这万一干起来 把咱们的队伍打残了 那咱们可就没有资本 跟他们谈价格要东西了 宝堂 不愧你是跑舵出身的 这小钻盘 打得跟你当初做生意 是一样的精啊 对了 我妹子啊 咋还没接回来 这都去了多少日子了 哦 听说山下小林河涨水了 可能是在那块耽误了 放心吧 不会出啥事的 在这一边 谁敢动您妹妹啊 小姐 这哈尔滨好玩吗 好玩啊 遍地都是楼房 那火轮啊 还能在街道上跑 满街都是老毛的 花花绿绿的东西可多了 就是总打仗 国民党 共产党 一会儿你打过来 一会儿我打过去的 待也待不消停 要不我才不回来呢 你要是再不回来 大贵可就要发火了 你个小姑娘家 自己在外面 她肯定不放心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有什么可担心的 还有 她非逼我嫁给那个什么 选手艺 我才不要嫁给她 兄弟们 给我上 别动 谁总就打死谁 你们干啥的 想干吗 干吗 要人 把社长那娘儿给我留下来 吃了雄心豹子蛋 知道她谁吗 知道 孙徒子的妹妹 老子要的就是她 这山可真大呀 怪不得她孙开山 选择在这里藏身 咱们的部队开进来 要找到她 至少也得花上一个月呀 一个月恐怕不行吧 我看两个月也找不着她 再说了 真找到她老窝 这两个月的时间 她人早跑了 我看 你去看 郑姐 快走 别别别 怎么回事 去看吧 追 弟兄们 有招活的 快追 好 咋回事 孙开山 发现咋了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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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长 怎么 打还是不打 打 走 走 姑娘 这边 快 快点 Odysseo 燕these spreads 你从哪儿帮帅起码人 砍他下人呢 小李的家伙比较力硬 咱们撤吧 撤 撤 过来 你先等着 姑娘 你没事吧 没事 今天真是 太谢谢你们了 不用 他们是什么人哪 怎么要追你呀 应该是胡子 这山里面胡子很多 你怎么一个人 跑到深山老林里面来了 我们家是 东山脚下村子里的 从这里翻山过去比较近 你们呢 蛙深的 对 这山上闹胡子 已经很多年 没深邦敢上来了 你们就不怕吗 这富贵险中求嘛 这个山上老林呢 很少有人过来 在这边 能挖到大棒去 你们的枪可够好的 一般的深邦 我可没见过这么好的枪 现在 整个关东都在打仗 弄几支枪很容易的 别动 别动 动一下 打死你啊 把枪放下 他 他是我们家护院 黑蛋 把枪放下 他们是一起的 走吧 小姐 你没事吧 没事 是他们救了我 谢谢你我向救 不用 小姐 时间不早了 咱们赶紧回去吧 我们先回去了 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 恩人可否留个名号 以后逢年过节的 我也知道该给谁 烧香磕头 姑娘 你严重了 我想 但凡是个爷们 遇到这种事 都不会袖手旁观的 既然恩人不想留名号的话 我也不强求 对了 恩人 我这儿有个金柳子 身上带的东西不多 就这么一个 全当小妹 谢谢您的救命针了 这就更不用了 行了 姑娘 你们还是赶紧赶路吧 我们也要赶紧钻林子了 咱们就此别过 再见 正愧的 我们哥儿几个 真没少出力啊 眼看就抓着那娘们了 不 不知道 从哪儿跑出来一帮人 说说 你们碰见什么人了 好像是 金柳子挖身的 但是他们装备真硬啊 一甩的美式冲锋枪了 美式冲锋枪 挖身的手里有这样的家伙 一定是解放军的人 伪装惩罢身的 来咱们这儿侦查的 那 掌柜的 他妹妹咱还抓吗 咱们要抓他妹妹 也是为了嫁祸给解放军 现在既然解放军 盯上了孙徒子 咱们就甭费那事儿了 咱们就安安静静地等着 看孙徒子怎么跟共产党斗 这 九儿 你回来了 没事吧 我一回来就听说了 我妹她为啥不吃饭 大贵 我们都劝过了 我妹为啥不吃饭 为啥不吃饭 滚 为啥不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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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行了 别打了 出去吧 你打 来来来来 我吃就是了 念个佛都不让人消停 来 让你受惊了 哪个王八蛋吃了雄心豹子 敢动我孙开山的妹子 我整死她 要说也怪不得别人 就怪你 怪我 你是不是吓傻了 又不是你哥我找人绑了你 你咋怪的我这嘎嘎嘎呢 要不是你这么多年 干了这么多杀人放火的勾当 会有人把这事 怪到我头上吗 咱就别干胡子了不行吗 你咋又提到这事上来了 我十岁那年你起菊立柳子 把我接上山 这一晃都十年了 你干了杀人放火的勾当十年了 我也替你痴痧念佛了十年 我不为别的 我只是为了替你赎罪 你说 当年咱们上山那是没办法 家里穷 吃不上饭 现在这些年 金金银已经攒下来不少了 不如咱就散了柳子 下山 过正常的日子吧 这打打杀杀的日子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上山容易 下山难哪 我们现在之所以进行不下去 主要是因为对孙开山这伙人的情报 不够了解 打仗 如果情报工作做得不到位 那就等于跟瞎子摸象 没什么区别 除非 除非什么 怎么啦 笑啥呢 你看 陈老滚子是孙开山之前的手下 这不奇怪 附近的柳子哪个没跟过孙开山啊 我觉得 咱们可以通过陈老滚子这条线 去找孙开山哪 晚了 你哥我受了党国的招安 官也当了 钱财和东西也拿了 你让我现在撤 来不及了 你接受了国民党的招安 他们招安你干吗 能干什么呀 让我跟共产党对着干吗 哥 你疯了 他们国民党自己的部队 又有飞机又大炮的 都打不过共产党 咱们这伙人能行吗 再说了 我在哈尔滨的时候见过他们 他们没有外面传得那么可怕 而且啊 对老百姓挺好的 老百姓都服他们 你可千万不能跟共产党对着干呀 哥 哥 妈呀 这不久了 这 啥时候回来的呀 刚回来 你们来得正好啊 好 给你们介绍介绍 这是我妹子 九 这位是党国派来的中校团长 景震龙 大家认识认识 孙大厂贵的 你还有这么漂亮一妹妹呢 你好 你好 我饿了 要吃饭了 你们出去说吧 你看 你看 你这孩子 我妹子啊 从小娇生惯养 让我给惯坏了 亲上请老弟见笑了啊 没事 没事 那咱们出去说 来 走走走 怎么找 去审问他 他能那么轻易地说出来吗 这个我还没想好呢 但是直觉告诉我 这条信一定有文章 坏了 我想起了呢 团政治部今天决定 公开枪决陈老滚子 这会儿可能已经去罚场了 什么 这么快 赶紧去把人给我找回来 是 陈老滚子 郭连长和许老虎他们 都被干掉了 剩下的十几股柳子里面 最有实力的 也就剩你们了 你们猜 解放军接下来 会对谁下手呢 这陈老滚子 他们家一起 也有小三百人吗 咋就这么容易 就撂挑子了 这共产党啊 也太邪乎了吧 人多顶个屁股 这陈老滚子之前 在咱们柳子里 就是个白鱼柱 他能有多的能耐 白鱼柱 白鱼柱是什么意思 专门养马的 好好好 后来啊 自己起了个柳子 抄了些歪瓜裂子 就以为能跟我平起平坐 这共产党 打起这些边角料 也不能代表 他就能吃掉我孙开山 好了啊 跟首帝兄弟们说 最近没事 别探娘的下山 都够我在柳子 也好好待着 让景老弟 帮助练练兵 把咱们练得兵强马壮的 随时跟共产党干 大贵 我听说久回来的路上 有一伙人想绑他 知道是谁吗 娘的 甘甭久了 我倒要看看 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在这个地界上 除了胡子 就是国军和共军 胡子是不敢 国军是不会 那你说 会是谁呢 王八蛋 共产党敢动我妹子 景老弟 负责打我们这伙的共产党 领头的是谁 听说 是一个叫五十三的 解放军团长 十三 这谁是谁 这谁是谁 最坏的 起飞 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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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组组织上最新决定 暂时不对陈老滚的执行死刑 把他卸押回去 这是什么呀 可是宫审大会都已经开完了 死刑也已经宣布了 服从上级的命令 把人押过去 是 这 这 下手 杀人啊 杀人啊 放开我 把老子给放了 要么就杀了我 要么就放了我 太娘的 你这么老子是吧 对啊 你说得没错 听说过杀人诸心吗 明知道你这两天就要死了 要的就是这刺恶 让你顾过瘾 别徒子 老子可记住你了 这辈子怕没机会 下辈子让老子逮着你 我他娘整死你 你确定你下辈子还能当人吗 来 带去 放开 放开 放开老子 这又怎么一个啊 是 什么事 不知道 滚蛋 大哥 走 怎么着 哥儿几个有话要说啊 你懂不懂规矩 进来的人 先伺候我们哥儿几个 给我们揉奸锤背到马桶 哪有像你这样的 一进来就大大咧咧 哥儿这坐着呀 老子一生下来 就是别人伺候我 老子是真谈恋 也没伺候过别人 要么 你们哥儿几个就一起伺候作用啊 要么就别在这儿储着了 乖累了 少他娘给我装傻 老子说的是给我们伺候 知道老子是谁吗 去你大爷 上 上去 小子 放手 再动我弄 是不是小子 干什么呢 是不是过得太舒服了 没有 老子 这闹着玩呢 还闹着玩呢 对对对 我告诉你们啊 都够老实点 再打架 看我收拾你们 你等着我弄死你 谢谢老 学你 谢谢老 学你 没啥 我就看不惯他们 熟你一个 看不出来 挺能打的 老家那边 弄闲的时候 家家都会练几下拳脚 我就是跟我哥 老爹 学了几招 是啊 老家是哪儿的呀 河北苍州 河北人 怪不得口音听着那么稠呢 我是保定府的 咱们也算是老相 咱们进来的 这兵荒马乱哪 在老家混不下去了 听人家说 关东这边 到处都是金子 就寻思着 过来这边 掏点金 回去盖房子 置地娶媳妇 金子没寻找 我就投靠了 铁廊山 海东青的柳子 在他底下 当了个小崽子 可后来 海东青被共产党给打了 我带几个兄弟逃出来 靠在山里面挖身过活 结果呀 还是被解放军给撂脚了 老杠 你怎么抓进来的 老杠 蘑菇 甩个慢 下面我教大家一些 我们关东胡子常用的黑话 这胡子的黑话呀 说起来就跟天书一样 外人要是不会 压根就听不懂 比如咱们这 面对面的坐着聊天 黑话叫盘道 比如 虎团长腰里跨着枪 黑话叫炮管子 炮管子 喷子 或者杆子 这两个相互不认识的胡子 如果见面 如果确定是李马人 黑话就是同行的意思 就要先互通姓名 黑话叫甩慢 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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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报零号的意思 向武团长您姓武 就报打虎慢 打虎慢 打虎慢 被看出来呀 老哥 你跟咱一样 也是李马人哪 打虎慢 武三儿留这儿 你也甩个慢吧 千金慢 臣 臣老滚子 是我们哪看的 你也甩 又要乱个大名啊 你在这儿一带 都能排上后了 怎么跟我一样 进了苦谣了 见见见见 带兄弟们去想谣 结果没咋想 被解放军漏水起跳子 本来是判了大刑 今天就摘了老子的票 可不知咋的 又给老子拉了回来 说过两天在点我 我是看出来了 这群王不但 是明摆着想折磨老子 是啊 真的娘的折磨人哪 毕竟 你回来 你说 你开心 你应该叫我 你应该叫我 我给你 你应该叫他 那你应该叫我 我自己的 我应该叫我 你现在是不是 你累乏了 那这就是 陈佩英 你终于 我为了 你肯定 抬扫 这兩瓶血就在有格子盯著呢 要不然 誰知道會出什麼亂操 五兄弟 跟這位兄弟認識啊 我跟这位兄弟之前 在海东清柳子 跟这位兄弟一起混过 他刚进来的时候 还真没瞅瞻量 既然是熟卖人 甩个慢子 向冯参谋长姓哲 要是用甩慢的话 就是补丁慢 补丁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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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彪 对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陈老滚子 滚子哥 咱们自己兄弟 久仰陈大贵为名 没成想 咱在这苦谣里遇到了 兄弟是怎么落这苦谣的 跟这几个崽子接财神 就可搬到让人给反了 就把鬼取了 老子也是 这辈子我最疼娘的 恨这帮吃里扒外的贪图 是 谁说不是呢 等老子将来翻出这苦谣 非他娘宰了他不可 翻出去 咱们几个 没几天日子了 这共产党罪他娘的恨胡子 只要抓住一个 就他娘杀一个 别瞎想了 我起一夜去了 这下不想让我来也没办法了 你呀 还是不会想我那会儿找人喜欢 尽我这么一脚合啊 现在孙开山对共产党绑架她妹妹这件事 已经是身性不移了 那咱们就作善关虎党 老弟 有一件事我还得提醒你 我让你的手下装成解放军 是去破坏共产党的名声 可不是让你去铲除小柳子的 我产平的都是什么小柳子 都是不肯接受我们招安的 我犹大中字典里有一句话 不为我所用 必被我所杀 这些人如果以后去投靠了解放军 必将成为咱们的心腹大欢 老弟的主意算盘 打得够精打 不但扩充了自己的地盘 还拉伸了共产党和柳子的仇恨 我没看错 南满这边的第一把交椅 早晚是你的 这做不做第一把交椅 我倒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 快速扩充我的实力 好能跟五十三对着干 给我妹妹报仇 当然 正也能更好地为党国效力嘛 以后还得多亏景老哥多提醒 陈老管子呢 刚被拉去审讯了 做戏要做得真一点 对了 昨天有个事我告诉你了 最近在安远一带 有一伙伪装成咱们的人 专干破坏咱名声的事情 什么 伪装成咱们的人 对 这伙人故意去抢老百姓的村子 破坏咱的名声 而且还不光祸害老百姓 听说还打一些胡子 抢了他们的柳子 这帮人是什么人吧 不知道 反正上级命令咱们 尽快去消灭他们 知道了 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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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的 老哥 没事吧 把我吓死了 我担心你半天 还以为 你被他们带出去开瓢子了呢 我也以为他今天要点我 可哪成想 这帮兔崽子想烫老子的口供 真把老子当阿猫阿狗了 老子是谁 陈老滚子 坐 你们俩啊 去 饿了吧 姚子 哥几个 带我一个 老哥 我问你句话啊 你就真打算待在这里 干等着被他们摘瓢的 兄弟话就说 别噎着 说实话啊 咱们几个在这儿 迟早都得被顾战党给点了 与其这样的话 还不如咱拼死 翻出去 好歹为自己拼一把 咱一没枪 二没人 说饭就饭啊 今儿个 我们两个悄悄地踩了一天的盘子 我们发现 这边看管的人 到了吃饭的时候 只有两三个 其他的 都去那个屋吃饭了 真的吗 老哥 不拼的话 咱都得死在这儿 拼一次 也许还有一丝活的机会 活出去了 快 开饭了 你们两个先在这儿看着 我们先过去吃饭 是 咱们 年轻 sweetie 咱们偷 天天 degree 一切 两个咱们 都得不想 一个人 两个人 全世界 你 你 动一下我要你的命 动吗 动吗 干嘛 烧了他 快留着他不能开枪 想想咱都走不了了 等我给老子别出事啊 尤其是你 不然老子就开枪 行了 快走吧 走 走 目前武团长和冯才牧长 已经按照计划 带着陈老滚子 躲进了万福大车店 我们已经派人暗中监视了 好了 继续监视 千万要保证 两位首长的安全 是 看来第一步计划 已经完成了 这计划可行吗 我咋听着 这么玄玄乎乎的呢 老辰 要不就说吧 你跟团长时间太短 那想当年 咱在扬州城 官参谋长 被鬼子抓进了监狱 那鬼子监狱守卫多严 团长就带了我们几个 照样把官参谋长 给救出来了 别说有三十六计 就是三百六十计 他也复复有余 所以说 这个陈老滚子 他就是再聪明 他也想不到 现在监狱里头 除了他自己 剩下的全是咱们的人 大姐 你咋来了 我得上二营开个会 老陈 我跟你一起去 给我站住 我 我 我怎么觉得你们一个个 都躲着我呀 躲着你 没有 没躲我 那你跑什么呀 人家陈副团长去二营 开会情有可原 你可警卫员兼 警卫连连长 你去二营开啥会啊你 开会 我 我 我开 开 开会啊 开 开 开啥会啊 憋 你接着憋 大姐 你找我干啥 兄弟 瞅啥呢 过来吃点 吃饱了才有力气跟共产党干 快点 过来 吃 这街面上全是条子 我看呀 咱们现在这流水洋里压白 等天黑了再出去扯户 看不出来 那五兄弟也是个有主意的人 行 咱听他的 两位哥哥 这出来后 你们想过 这倒该怎么花 既然 进了解放军的苦谣 底子潮了 再想做个清白的人 就没那么容易了 干脆在这儿会留子 继续当胡子了 你呢 兄弟 我 我也没啥好去处 要不咱这样 咱们一起 到时候砸几个小窑 分几个大金疙瘩 咱回老家 买封之地去 我听说 这三金山的大眼贼 正在招兵买马 要不 咱俩去投奔那儿 注射 儿子 混音 云守 狂洞 小眼 已开心 快填满了 喉咙 已经忘了翻越过第七座山头 只看见启齿高松 让炮火点亮了瞳孔 让青春模糊了血浓与酒 最后一刀火线是你我的终点 笑着说要当一次英雄 生死之间没有人能再回头 耳边回荡兄弟是眼睛握着手 你还笑着对我说 别忘了胜利之后的感动 生死之间人生机会难做英雄 多少弟兄这些一面却永久 当其承诺和心中 下一世重来我埋在你总有 és死之间的路